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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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什么呢 当然你要说银行服务这方面的事 咱也不太懂 但是我现在倒觉得可以提出一个关键词 就是贪 你说人的贪 你看这次有人反对这么判 他就是说 哎呦那你能怪我吗 人的这个贪念 如果你的贵元机 我说我取一百 你实际上扣了我一块钱 有些人说 那我多取几次 人之常情啊 这个判判这么狠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的一种 一种贪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贪 上次那个陈丹青 坐你这位置 你们俩一块来做节目吗 我我我做完节目 我还说呢 我说你看你们画家 这多好 有一个作品 我说我老觉得 我这辈子算是个一事无成 陈丹青就说 那你就是贪 是啊 那你就是贪 你录了几集这个 枪枪三人行 一集一集看的话 哇那个分量也不少 哎你看就按说呢 就好像即便在个人事业上 个人什么 就说你应该知足了 别人觉得你很好啊 可是呢 你自己老觉得 你知道你刚才又在说这个事 我在想 英文叫飞行 就是他在飞行 就是你在吊人家 他对你的赞赏 哈哈哈哈 你你就是 这个人就老说 我有这么记贼吗 你绝对 你这个掉 就是说我真没 我真无事无事 然后就逗得 说你一朵一大呀 什么的 哎 你今天又在说 我真不是 大家又得说 你看你 你就这个 就这意思 就等于 有时候你不知道 你自己 经常人们都是爱这样 就是掉别人的赞赏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自我肯定还不够吗 所以他要掉别人 对他的赞赏 称赞 不用掉 你想我 我主动送给你赞赏 你比如说 上次我们看他音乐会 我们就觉得他不贪 为什么啊 说实在的 就非常棒的嘛 非常棒 但是实际上 你像我们做媒体的 我们知道 你有一百个招 可以让他活起来 太多办法了 好家伙 咱们声光画电 配合一下 找人投资 打广告 造绯闻 是吧 等等 或者说 这个音乐会 为什么就演一场呢 对吧 我多演几场 我制造一个话题 等等 我多上电视节目 就是说实际上 有的时候 人你就是面临一个选择 明明你可以多获得一些什么 或者说你的劳动 可以多一些产出 但是你像你呢 我胆小 我胆小 你觉得你为什么 胆小 就是胆小 那你不贪吗 就是我 我觉得我胆小 就好多事情 像这种银行机 这种事要出错 为什么 如果我要看一个账单 人家拿了我的钱 比如说我付多 怎么说 我付少了 人家吃亏了 我会马上告诉他 你吃亏了 我胆小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好像这事 我挺胆小 绝大部分的悲剧 都是因为胆 没错 你要是看到很多人 就是特别悲哀 或者特别 你特想同情的人 就是说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有的时候 你看人这特倒霉 有的时候 你还得想想 他为什么特倒霉 比如说感情上特贪的人 往往感情是悲剧 感情上也不能太贪 没错 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 有些男的 他去找女孩 我后来发现 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 不是说他对他老婆不满意 挺好 但是 其实 总是想多要一些 总是想多得一些快感 多得一些享受 你们都在找女朋友 为什么我就不能找 我也可以去找一个 甚至你知道 这两天出事 要叫我说 性生活都不能贪 这两天死了一个 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这不吻的太厉害 不是 情人约会 我就跟你说 他们在一家宾馆开房间 好 那天下午 就跟小美 什么 两两情人相会 然后 五点多钟的时候 来了一回 大概 持续时间 40分钟 40分钟可以了 可以了 是吗 但是 好 两人说 这40分钟完了 咱出去买点小酒 我买点小菜 回这个宾馆房间 吃一顿 喝一壶 这男的 再来一回 第二回 喂食20分钟 死了 多大大年纪 对 我闹不清 这中年男子 他家属现在还告宾馆 说你宾馆要赔 最后宾馆还赔了 这个是他的身体的问题 对 马上风 这就是 马上风 有人说马上风 还是男人幸福的一种死法 可对女人来说 那是忒恐怖 的一个活法 你说其实性这件事情的所谓贪 它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两个人最亲密的感觉是沟通 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维持多长的时间 或许要得到多大的快感 它主要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的粘密 那这个东西其实10个小时 20个小时都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文化 或许有很多人的心理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拿个 要表示我的男子的气 对 就是那个表现要多棒 然后才能够说让大家都满意啊 或许自己有一个英雄感 好多事情说你常识就像耍男子汉 或者女人也有女人的问题 耍这个 你说女人贪吗 女人感情的贪呢 女人比男人还贪 而且女人贪呢 往往是最后变成受害者 所谓大家觉得是受害的一方 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女人的感情 有的时候女人诉苦的时候 我听的时候我是这样听的 你要多听她说转圈越转越觉得 你太贪了 所以你这么痛苦 你受了这么大罪 你觉得 因为其实女人的一到了 贪到感情上的时候 她就陷入一个漩涡里 然后她就死抓着对方 死揪着 就变得很阴暗了 就会 然后一句话 或许一个什么表示 然后就一直抓着那个不放 所以刚才索拉在讲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常识 有可能就是说 贪源于欠缺感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 自己最欠缺一些什么 你也不去面对 你自己欠缺的那份感觉 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 我只要就是拿到那个东西 我能够得到很多很多 我没有的东西 我就可以满足 你讲的太对了 我跟你说 我觉得现在很多贪得无厌的人 其实是自卑 他有些时候未必是图钱 他因为他自卑 比如说他要社会的荣耀 我要 但是这个荣耀 我跟你说 你会越喝 就像喝盐水 你会越喝越渴的 你会 因为你要在所有的人的眼里 看到在上 我牛不牛 我牛不牛 我牛吗 我牛吗 你们都看着我牛吗 但是这样 我就觉得心里 要不是忧惧不安 其实从来 还是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长期的一个教育 就是咱们有一个 特别大标题教育 就是什么事都得牛 像你刚才说的 男人要特 男人女人要特 怎么怎么着 什么都得特别 一定要把事情做到极端 就得非得这样 对 这个 所以有说 权力就是最大的春药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所以觉得自己特别牛 特别牛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摊 刚才这个领导演 还跟我们组里的女生 问问她们摊什么 对 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说 女孩子朋友 就是说 她觉得她最好 什么都有 但是不见得要最好的 就是什么都有 就好了 这样子 那我还是觉得说 那总有一样东西 你觉得你最想要的吧 她就说健康 那我说 那健康也OK 因为健康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 有时候有些难的是太贪了 你说她这个 现在中国社会 不都说那个没底线吗 没底线 她干出来 你说没底线 有一个什么呢 就极大的解放 这个贪念 过去 你比如说 哪怕是在香港这种社会里 台湾这种社会 或者像美国性社会 因为传统习惯 或者说一种东西 它实际上你这个贪 不可能越界的 但是你知道 在咱们这 你比如说 我过去收的过那种 观众来信 你知道吗 就是地方上 土霸王 一个村的村长 把全村的女的都睡 你想他天高皇帝远 那么个偏僻小山村 他没边的 后来我发现 最近还有个 陕西原政协副主席 你知道吗 霸占人的妻子 被十一个情妇告到 你说他 西门庆吗 西门庆 忙得过来吗 他原来跟他霸占谁的妻子 这里边还有一个嫉妒的成分 原来咱们俩是一个厂的 然后我在你下头 然后我对你怀恨在心 后来我官大了 我比你官还大了 这个时候就叫我要报复他 那我怎么报复他呢 我看你老婆长得漂亮 张回小说 对 有一天就设局 先让你去嫖娼了 还是去干什么 偷偷拍下照片 然后给你老婆看 说你看你老公这样 正哭的时候说 你看你还是跟我吧 就这样 把人家老婆也给霸占了 霸占了之后 忙活不过来 11个情妇引起了公愤 妇女界的公愤 最后把他告到 这事儿才出 您说这里 这地主 有点像地主作风 就是以前的那个地主 拍成什么样 这有点像是一种 我常常在看的一种连续剧的 这种感觉 不过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个东西 还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 跟一些同学在探讨 就是世界上现在哪些地方 是可以比较快乐的 那我们都在研究北欧一些国家 他们会说够了就好 那到底这个够了就好 这个含义 到底是设定在哪里 我想就有点像 刚才索拉所讲的 就是常识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常识的部分 就是说我要自己去判断 什么对我是最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 对我最好的东西 我拥有了之后就够了 然后我也不要求 更多更多的东西 你说这个北欧啊 我想起那天说的 一个手机的段子 就是说呀 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 对这个几个国家的国民 做一个调查 就对于这个某些地方缺粮食 饥饿 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 有什么意见 然后呢 一个非洲人回答呢 你知道这个 就说非洲人回答 什么叫粮食 然后呢 万一美国人 美国人回答呢 什么叫缺乏 然后呢 好像问一个北欧人 对北欧人说 什么叫缺乏 然后呢 又问一个古巴人 就是说 因为他的调查的题目 说你对粮食缺乏问题 有什么个人意见 然后古巴人的回答是 什么叫个人 然后最后问到朝鲜人 朝鲜人说 什么叫意见 所以尝试这个东西啊 他还是让每个人 会多一点自我的了解 就他知识这个东西 掌握的更好的时候 变成他了解的自己越多 他越会明白自己的需要 我们现在常常现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什么 但是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要什么 所以当很多东西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好 那个好 那个好 这个好 对 我打断你一下 我听你们讲的话 我倒有一个 呃 我我听说北欧吧 去就尤其是瑞典 自杀率是最高的 嗯 不知道缺乏的地方 他太平衡了 嗯 就是他这个社会 因为没有这个 就是呃 反正你也达不到 最极端的生活 因为他税特高嘛 然后你也掉不下去 嗯 有的时候 其实贫穷是快乐的 嗯 但是北欧不穷 你说这话 人家有人说 你这样说话 不腰疼 是 但是我想起来 文革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翻过来想 就是文革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们有好多烦恼 就在我们开始 渐渐进入什么 中产阶级小康 然后越来越更好的时候 你反而有烦恼 你有比较 有这个那 我记得文革 当然文革是一个大灾难 我们特别倒霉 所有人都什么都没有 我就记得那时候 我看到我是城里来的孩子 我有好多就是父母被抄家以后 留下来的衣服 我带好多东西 还有厚棉被 因为毕竟是城里来的孩子 我有特多的东西 然后我的那些同宿舍的小孩 他们是真的是当地的农民的 和那种小镇上的孩子 他没东西 他们就一个小薄的棉被 叠得特别整齐 然后他半年吃 半年 他们一个学期回去一次 然后就吃一大瓶肉酱 肉酱 然后买米饭 他们就不买菜了 我就有的时候 我在想他们那个生活 特高兴 他们 就是他没有比较 真高兴 真的是高兴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我也小 我看跟他们在一起的话 就是我完全没有什么负担 他们就这样就这么往下过的 然后就说这个酱 我妈妈给我做的 然后就吃半年 我再去放假 回家 他们再拿来酱 有的时候就想给我吃点 你妈给你做酱 然后就是生活在特别简单的时候 因为有比较 其实还是很好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基础 像我们可能也经过一种 就是没有那么多高科技 但是也知道什么是高科技 所以我们在当中 也许会找出一个自己的定位 像今天我来这边录影 其实那边还在演戏 那来到北京差不多快七八天了 那天天其实是一个样 就是到剧场 然后吃的东西很简单 然后做完事情 跟观众有些交流又回去了 这种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因为在当中 你不会想到太多别的 你就是要把眼前这个事情做好 特别简单 对 其实你要是找到一件事 你想做 就是我也经历音乐家的生活是这样 对 你就是把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不为所动 这个太难了 因为像我觉得你算不为所动的 就是干自己要干的事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但是你知道 好像我现在想起来 比如说说人家说四十不惑 我觉得真是我到四十岁才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得干我自己要干的事 因为你回首前前往事 就是一系列的被忽悠的历史 被太容易受诱惑了 你比如说钱 说实在 钱的诱惑还不算最大的 有的时候比如说 好比说你 你比如说你 你是做音乐的 可能就有人跟你说 你写写 我让你写的这种音乐 你就火了 你就不是个什么小众音乐家的问题 你大音乐家 甚至你得奥斯卡奖 你什么 你说这种 有时候你很难不被人家谎范 我这都经历过 二十多年前我就经历这个 是吗 所以早经历早好 我早都经历过 而且我一直在经历这样的经历 但是不知道 就是天生的 我胆小 我还是说你感觉 就天生的 我知道这事 我宁可做我想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最后 我有一种 其实有一种掉底的安全感 是因为我只有我在干嘛 我觉得你要是 如果其实有些人他的命 我不把这事看 因为我一辈子都在有人告诉我做更大的 然后或者做更商业的 我老是旁边会有好心人在让我做另外一种东西 我其实就觉得我做不了 这个东西有的人能做 那东西也不是特容易做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说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好 有的人能做 有的人能做我觉得我做不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能做得了 但是做一次马上得到利益 你知道吗 这有甜头 你就觉得真挺好 可是不知不觉之间 你就找不回来了 你做 然后就开始出现一个分裂 因为你并不真的喜欢做它 但是呢 可能你确实也能做它 那么你又是呢 你就做呀 做呀 做呀 你越来越火 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你心里啊 越来越拧巴 就越来越 越越越越越痛苦 觉得我活得有意思吗 美国有一个算命的大师 美国有算命 美国的一个算命的老太太 我不知道你知道叫Silver Brown 就是特有名的那个老太太 他就有一个电视节目 就每天他要给人讲他的这个什么 然后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的 大家早在问天堂和地狱的去在哪 他说我就告诉你们 地狱就在这 不用去找了 因为谁都在拧 你们所有人最后 咱们都在拧巴在一个地上 就是你选择你在哪拧巴 其实就这么回事 所以人就是拧巴 也得承认这个拧巴 因为你要是不承认 一切太平 最后就造成 就像北欧那样 就自杀率特别高 因为你不承认 这世界有拧巴的地 你还得承认 他就是拧巴 就所以还是咱毛主席说的矛盾论 矛盾论 什么东西它都是个矛盾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林导演 你是不是觉得守住自己 也是挺难的一件事 但是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慢慢的你会知道说 你需要些什么 所以即便有很多 比如说像填池好了 以前很多人说 你是会写文章 那你来填池吧 那我说好 我试试看 但是你要去迎合他们那个制度 就是要把那些 也许你不那么认同的心理状态 写成歌词的话 那那个钱我真的赚不了 因为我会一边做 一边很痛苦 我会一边问 你真的不像香港人 真的 他们有人会讲说 说你应该跟香港人学 香港人是有钱就赚 有不管多少 香港一小撮 今天能赚就今天赚 明天赚不赚得到 我不知道 但是比如说 我常常还是用填池这个来讲 因为填池 真的是很多人很羡慕 就一直笔一张纸 每一分钟都是钱 而且就那个 那个重播的那个版权 你想想看有多少钱 但是我就发现说 还是要我认同那个东西 所以目前我想跟索拉一样 就是我们做我们认同的事情 那这个认同呢 对有些人来讲 就什么都可以认同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些东西不能认同 所以才有我们的认同 就你知道他就是 你讲一下 就香港就有一个 我们怎么认识的 就是当年香港有一个纪念剧团 纪念剧团现在还存在吗 对 纪念剧团团长是容念曾 我们也感谢容念曾 在当年成立了这么一个纪念剧团 这个特别宝贵 在香港那么商业的一个地方 居然有这么一小撮 很前卫的年轻人凑在一块 他们都是特别有才的 学你是学什么的 学戏剧 学戏剧 你是学戏剧编舞 你是专业的 但有一些人就学电脑和建筑 什么都有 学什么的都有 都是一群特别 很向往 向往一种自由精神的年轻人凑在一块做戏剧 然后从各个角度来贡献自己的感觉去做 而且是非商业的戏剧 他们坚持每年做很多各样的东西 这个剧团 然后他曾经也是在那 是吧 在纪念兰剧团做 然后这些出来的人最后他们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们都有一种概念 其实特别非主流 还特前卫 所以我们认识是从那认识的 而且我也老觉得香港那么一块地方居然有那样的一个特别极端的前卫的剧团 所以其实最重要在那边我觉得得到的还是我有机会去认识我自己 那变成不会说人家告诉你说这个何须你的那个你做会很好 但是到最后你都觉得说我到底是谁 但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当然了 媒体那么发达 就是你问他他真的想不出来 就说我喜欢什么呢 好像什么都可以喜欢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害怕寂寞 因为这个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还是需要很多的空间 要进入这个自我的反省的阶段就得自己跟自己处 没错 没错 你看我这折腾了20年 最近我反正还闹清楚 我究竟本来要干什么 所以我就特别怕上电视 其实我真的就是咱们就是小哥们挺仗 我觉得他这件事做得比较 很喜欢